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日本是很流行唱这种合唱的音乐 她在学校学习学习学习 在11月的Sandai Gospel Festival 你会看到不同街头表演唱歌站 她带我去看我心里很激动 明明那些都未信耶稣不断在唱哈利尼亚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被人认识主 因为太太Burnout的缘故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慢慢将 Gospel Music的音乐活动转型 就和Tucker成立了Play Station 所以我们继续持维持维修队的风格 为神在他身上看到的位置 这里是日本东北仙台的机场 每年8月初的七席祭期间 都挂上了华丽漂亮的七席装饰 在仙台市中心 七席装饰的规模更大更纤纷 很多日本人更穿上传统的浴衣 参加在夜晚举行的节日庆祝活动 令人更感受到日本的传统文化气息 不过 和丈夫罗兆伦牧师从香港来到日本的Noelle 发现日本人在积极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好接受一些外来文化 我在大学读音乐 来到仙台的时候 当然是特别喜欢看他们的流行文化音乐 教会音乐 有一次很偶然去到他们的音乐商店 看到他们有一个角落 买雜誌写着《Gospel》 我说《Gospel》这儿明明不是基督教的地方 为什么写着《Gospel》呢 我再看的时候 原来他那儿摆着 都是唱黑人的《Gospel Music》的一些谱谱和杂志 我才发现到原来日本是很流行唱这种 好像修理了疯狂这种合唱的音乐 我就去研究一下的时候 这种好机会 我们自己都很喜欢合唱音乐 和自己曾经是指挥 不如转一下 因着这样的契机开始 就在东北大开始做一个小的兴趣小组 但人数太少 和音乐的元素还未很丰富的时候 都是唱出来的感觉 都好像还未可以表演 或是还未很整传 后来认识了一位在东京宣教的音乐宣教士 他叫Kent Taylor 他来到仙台 就搞了一个音乐的工作坊 认识了他之后 他就教我如何带这种工作坊 有些资源的运用 如何去做这个事工的技巧 我就重新再整合过 跟我们的童工队 配合了本地仙台的教会 一起去做了另一类工作坊 就开始体验到上帝的带领 就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就来到了 首先 就是不可以不收钱 因为日本人觉得你参加活动 可以是付出他所来学习的东西 如果你说我是老师 我不收钱 他就觉得好像欠了你 他又觉得你有什么特别的企图 不用多的 总之他就得他付出来 学习了 他就很安心地来到了 第二就是需要跟本地的教会合作 里面有基督徒 也有微信者一起参与 透过这个群体 其实最重要是群体的付钱互动 慢慢将欢迎的见证告诉对方 这也是我发现 原来不是只要跟微信者 或者是一两个基督徒 希望教会多些去参与 形成了一个很活躍的小组 这样去服事 我感恩在仙台 都是跟我参与的教会 一间日本人教会合作 我做了这个小组 Gospel music was very popular at that time so she started a gospel ministry in this church using this facility and she extends an invitation to church members as well so we got together and sang gospel music she drew lots of students from college especially girls and also boys and we had a very great time circle in Sendai has been a gospel festival every year I think we have been a part of it from the beginning when she has been conducting a large choir I was a part of it too afterwards we had tea together sometimes we had a hot pot and we had great fellowship not just gospel ministry but from Elton's campus ministry lots of students became Christian 一些人传自己到佛台的联系 而另一人是一个教士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最初在演这个音乐小组的时候 我们来到这里训练 因为我们在大学里没有这样的场地 所以就来到市民会馆里面 你们看到一个礼堂的地方 下面有些外面的练习室 不过里面没有饿气 所以我们每一次练习 每个礼拜都会将一些乐器拿过来 钢琴、乐谱等等 那些大学生就由那边大学 放出学就会搭单车 或者走过来这个地方去联习 当时最多人数大概是10至20位左右 有男有女 我们就分部练习 那时候大家都很稠心去学习 又分开不同的小组 我们就用我们有的能力 就将音乐和信息和我们分享 那慢慢都建立了一个比较亲切 一个信任的关系 除了音乐的练习之外 其实完成这个练习之后 我们都会一起吃饭 吃完饭他们就很想继续聚在一起 我们就叫做日本的文化叫御次会 其实在大学文化里面 他们就很喜欢去喝酒 我们叫做喝酒会 但是我们是基督教的团体 我们当然就不鼓吹喝酒 我们在这方面都一直祈祷想了很久 我们后来就尝试了一个方法 就是买一些漂亮的有气汽水 就是希望可以来到我们家里喝 希望营造那个气氛可以有一个开怀的分享 Noel 在日本其中一样学会的是做饭 一方面照顾家人的饮食 另一方面又可以招待其他人 我在结婚前就不懂得煮菜 我们其实新婚来这里之后才开始宣教 所以其实我的家庭的学习 做饭或者很多东西都是在日本文化底下的学习 跟日本的太太学习 看日本的烹饪雜誌 电视 一路学习文化 一路学习怎么煮饭 而我发现其实我们认识其他 比我们之前来到的村教士 都是常常有一个home party 开放家庭的家庭聚会 我们参加过 我觉得真的很好 所以我们来到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心愿 都很想开放我们的家庭 透过我们的家庭生活 食品的交流 可以认识多些青年人 所以我们带着这本心愿来到这里宣教 所以我也是一个学习者 一路学 一路煮 你说我喜欢煮也是喜欢煮的 再有小朋友就更加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乐趣 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时间 虽然在日本仙台的基督徒很少 但是喜欢福音音乐的人就不少 所以这里每年都有鲜台福音音乐节 到了那个时候 很多街头都会听到重赞的歌声 这儿就是仙台的定禅志通 在11月的Sandai Gospel Festival 你会看到在不同的地方 沿着有些街头的表演唱歌的站 很多人围观去看 不同的地方都会有大小的不同的组合去唱歌 都很热闹的 有些人会拿一些钢琴、吉他、不同的钢器 摆放在这里 整个城市都充满着赞美的歌声 我们的Sandai Gospel Fellowship 都曾经参加过这个festival 我们的组合有大一点的缘故 就在一个大一点的stage 去远一点的欧档台公园表演 这里就是欧档台公园 我记得是很久之前 我们第一次的Sandai Gospel Fellowship 就在这个地方 第一次代表表演 当时都是11月左右 当时的感受都又兴奋又紧张 自己其实当时戴着肚子 我应该怀胎八个月 第一个女儿 就是做一个指挥 另外还有其他弟兄姐妹 都有两位姐妹帮忙做指挥 我们一起就献唱了四个歌 因为我们每一个stage有二十分钟的表演 短时间的 我们就穿了一套圣诞的装饰 黑红色的装饰 就来到这个stage去唱歌 那时候我记得 应该我们是派很多CD的 我们和很多大学生就在周围 拿着CD去派 我设计机 他们在这里唱歌 我设计机去拍他们怎么唱歌 指挥一些人去派CD 和人去聊聊天 因为当音乐响起的时候 很多人就聚在来围观 那时候围观也很多人 我们唱的应该有三四十人左右 围观也可能近百人在这里去听 很多人都很开心的时候 我来到和Noel和少林服侍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 Noel带了我去一个叫 Gospel Festival的一个音乐 在街边的一些音乐的节目 在仙台的下屋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群組唱 黑 gospel music Gospel Festival的一个音乐 Gospel Festival的一个音乐 Gospel Festival的一个音乐 他带我去看 我自己心里很激动 明明那些都未信耶稣 不断在唱Hallelujah 在唱I love Jesus 很明显就是copy 那些original songs 那些groups 怎么唱呢 他们是完全copy 这样去唱 他们都不认识神 当时自己心里很激动 觉得为何会这样 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被人认识主 那时Noel也已经开始了 做一些Gospel的 choir group 我只是去跟他们学习 那时Noel也教了我不同的技巧 还有怎样去带领 那时我记得我分开了 有女高音 女中音和男高音 我都是特意加入了 每一个小组里面 都有些基督徒 有些我们认识的人 在里面跟那些微信者一起 有些小组的分享时间 一起练习练歌 其实他们都会比资云属多很多 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建立群体的时间 他们有那个归属感 我属于Sendai Gospel Fellowship 多好 说得逐渐多帅 觉得自己是成员的一部分 是 都是 之前的话就会觉得 究竟我们唱得好不好听 究竟行不行 我们在做很多迷思 第一次公开发表 对于Fellowship的成型来说 是有那个Sense of belonging 在那个Member's 说里面 是 归属感 我愿意喜欢唱歌 然后我愿意喜欢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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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会看到 那种喜爱的 知识的信息 然后我愿意想 或想问 什么是在我 在我这种喜爱 因为我愿意满 的喜爱 那种信息 我愿意想到我的朋友 我甚至不太知道 在城市或社會上 我很幸運 我曾經有機會做獨舞 但當然我記得很慘 但回看來是很好的經驗 看回到 Noel成功组织合唱团 参加每年的仙台福音音乐节 而且有一年更被邀请到电视台 接受访问 很荣幸 我们没有想过 在这地方复教会的服侍 可以上到电视 我们唱过第二次的Gospel Festival 然后加入本地仙台NHK的调视台 邀请我们在一个小节目中 做一个访问 你可否带个小队来唱 解释一下你的活动是什么 和你想唱的Gospel是什么 我们唱了一首歌叫O Happy Day 我也解释了什么是Gospel 每一次我们出队都会 把这个机会 去将福音很简单 也很清楚透过音乐 透过我们所说的小讯息 去告诉大家 Noel在日本多年 一面投入福音音乐团契的服侍 一面照顾家企三个小朋友 真是令她心力交税 后来她和丈夫商量 决定暂时停一停 而事工就逐步交由 当地教会的牧者跟进 去到2006年的时候 我太太因为 事奉和玉儿 臭子的缘故 很大压力 有一段时候就burnout 在burnout之前 我们就和Tagger 和日本一些牧师 一起去搞一些 音乐的报道性的活动 在那个时候Tagger 和我们一起去做 因为太太burnout的缘故 那个音乐的节奏 每个月一次的 我们就尝试去终止它 在那个时候牧师就说 很可惜 我们在这个时候 终止这些那么好的活动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 慢慢地将 Gospel Music的音乐活动 转型 后来我们就 和Tagger 成立了PlayStation 一个组织 一个团体 来继续去做 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日本人牧师的角度 来持续 一个在音乐服侍的工作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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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ant to more focus on Worshipping God together So we create the space of worship And then get involved young people To worship And especially we set up the music That original Japanese music We wrote There's a songwriter Who can write a Japanese song And worship song And worship song So we pray the station We actually Have many Original Japanese song So that young people Can easily get the meaning Of God's love In their way So we keep having A worship band style And create the space And atmosphere That God is there And his presence And then And also we We preach the gospel And during worship And also We also Have a prayer time With non-believers 之前曾经跟随Noel 學習音樂服侍的Francis 後來下架了日本的牧師 他們一起牧養教會 和在音樂事工上服侍 將Noel 和羅兆倫牧師所建立的福音音樂事工延續下去 從2008年回來後 有機會和我先生和其他日本牧師一起在Play Station服侍 我們是和不同教會的年輕的電影節目一起去服侍 很多以前是高中生 和大學生 現在數不止一隻手的電影姊妹 他們現在已經全面服侍 讀神學 在做牧師 雖然人數不多 但我覺得是上帝給的 去鼓勵我們的一個優勢 因為我們本身開始是仙台開始 還是一個很小的事工 經常以為自己只是服侍到仙台市裏面 或者大小小都是工成縣裏面的教會 但是之後就有一些教會在東京 叫我們過去幫他們大敬拜大聚會 我們沒有想過 我們這麼小的一個事工 都會有人邀請我們 去到之後發現有很多大英姊妹 是透過我們的敬拜 去更投入在教會的服侍 這些是我們沒有想過的 我們JCC每個月一次 為日本宣教這件事會討告嗎 硬見自己建立的事工 後來有這麼美好的發展 Noel也感到很安慰 而她自己雖然回到香港 但仍然不忘日本人的福音工作 她參加為日本人祈禱的祈禱會 又幫助訓練在香港的日本人的師哥班 其實是很體會到上帝的大靈 是超乎我們所想像的 在我們所知道之前 她要為我預備 本身我是讀音樂 彈琴 也很喜歡合唱 也試過有合唱的經驗 這些聚在一起 給我一個平台的機會 再加上黑人音樂 把這個機會帶給日本人 香港我也搞了幾年 跟香港日本人的教會合作 也是搞過這樣的音樂 試過在另外的香港人教會 去招攬居港日本人唱歌 也有試過搞的 小型一點 帶著一個嘗試 仍然有人會去參加 你也想不到這個音樂 到現在差不多二十多年 都是繼續在日本 或者在日本人的心靈裡 很大的工作 我相信這是很奇妙的 是一個聖靈的浪 當我們覺得傳統好像很難的時候 但上帝就是透過這種音樂 都是在未信者的人群當中工作 日本的年輕人很接受外國的文化和音樂 不管內容是否有宗教性 但是要他們擺脫家族的傳統和信仰 接受福音就不容易 不過也有人好像這個女孩 因為在教會中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愛 更重要是有耶穌基督無條件的愛 他就決心接受洗禮加入教會 我們等待聖靈的御致 拜祈求神救大人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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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什么 国席 什么身份的人 在神眼中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同样宝贵 圣经记载耶稣说 一个罪人悔改 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盼望你能够珍惜机会 接受主耶稣 为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 让你的生命有奇妙的改变 对神发展内心的重赞 就由这一刻开始 千风轻吹天空挂着摇眼太阳 生命初恋惑失负败大地发行 面离了也不幸 灭起无暮热山山 看着世上从来的因伤 心中感人不知识 全力可言信仰 凡有气息 欢呼拍摄 重赞贵于全能荣耀上帝 是你恩守 创造掌管一切 万天星宗使你作为 百可猜担故意 神族有智慧 要将天万世 总赞贵于全能永远上帝 万人注贵于全能永远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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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宝贵于全能永远上帝 万人注贵于全能永远上帝 是你恩守 创造掌管一切 万天星宗使你作为 百可猜拆古迹 神族有智慧 要将天万世 纵赞贵月 全能永远上帝 满饮煮天 雪上你的恩惠 你越深海风飘过 三明南下呼应 神大爱共荣 你越天空共振 滴滴恩惹 滋滴恩惹 滋润普世华人心灵 恩惹之声 以世界各地华人 经历耶稣基督 带来生命改变的真实故事 透过全球电视 和电台广播网络 还有电脑互联网 广传福音 也都以生命关顾电话热线 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的事工 很需要你经济上的支持 就让我们继续为福音 齐心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